当布希达和第三任妻子 在巴西里约热内罗的沙滩上享受阳光时 地球另一边的意大利 他的老大斯特凡诺在车里被人乱枪打死 然而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凡是斯特凡诺的忠实追随者 都遭到了埋伏暗杀 其中只有少数一些人逃过了追杀 布希达虽身在海外 可他的哥哥以及子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全都惨遭毒手 仇家手段十分残忍 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 组里的孩子更是被砍掉了右手 然后才被杀死 不过这场屠杀和清洗 并不会让布希达感到惊讶 因为他早已看出了许多段泥 这一切都要从几个月前的 巴勒莫古堡聚会上说起 布希达是黑帮头目斯特凡诺的左膀右臂 他知道表面热闹非凡的舞会 实际上早已暗流涌动 聚会上组织决定做毒品生意 可他并不想和毒品扯上关系 但又不能脱离组织 于是他决定隐居海外 这样他既不用和毒品打交道 也可以规避新一轮的帮派夺权争斗 在所有人照相时 他提醒自己的老大斯特凡诺 最近要小心谨慎 很有可能会有人对他们下手 斯特凡诺说自己清楚 让他不用太担心 既然老大已经表态他也不再多言 由于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都选择留在意大利 临走前他请求一位老友 在自己走后关照一下自己的子女 布希达处理好一切之后 带着妻子移聚了巴西 东窗事发后 组织成员塔诺找到了布希达 向他汇报了意大利的情况 自己所在的巴勒默派系 已经被对手里纳的 辛克莱奥内派系给屠杀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成员也投靠了里纳的阵营 其中就有布希达曾经的老友卡洛 布希达作为老大斯特凡诺的左膀右臂 在整个组织里还是颇有威严 塔诺想请他回去重掌大局 可他拒绝了 人死不能复生 他不想再回去报仇 因为那样只回答上更多的性命 虽然拒绝了回去复仇的请求 可命运依旧没有放过布希达 很快他就被巴西警方抓捕 监狱里他遭受了各种言行逼供 可他始终没有交代出组织的信息 警察甚至用他妻子的性命来威胁他 依旧没有能让他屈服 巴西警方知道在他身上套不出消息 于是便把他引渡回国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 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不过他并没有被关进监狱 而是在法尔科内法官的安排下 成为了一名污点证人 在自己的妻儿送去美国受到全方保护后 他决定站出来交代一切 执政整个黑帮组织 办公室里 法尔科内法官终于第一次知道了 这个黑帮组织的名字 诺斯特拉 布希达说 这个组织以前并不像现在这般暴力猖狂 他们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则和价值观 整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就像是一个金字塔 最底层的成员就是像他这样的士兵 每一个士兵加入时都要宣誓效忠 并且终生不得脱离组织 士兵往上走就是家族 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头目 当三个家族联盟后 就可以组成一个派系 然后派系的上面就是整个黑帮的委员会 不过委员会的领导人并不是派系老大 而是由所有士兵阶层选举出来的 说完之后 法尔内科十分不解 他觉得以布希达的才能和本事 不会在如此结构 如此缜密的黑帮组织里 只是一个最低级的士兵 布希达很快就解答了他的疑惑 这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因为他不想参与权力的争夺 相比之下 他更喜欢去追求美女 在组织开始决定走私毒品之后 他更毅然决定移居海外当一个饮食 而现在黑帮的领袖李娜就不一样了 此人对权力的欲望无穷无尽 其最大的爱好就是法号施令掌握生杀大权 所以他进行了大清洗 还掌握了委员会 法尔内科法官大半辈子都在追查这个组织 但是以前抓住的成员怎么都不肯开口 于是他便问布希达 为什么要配合警方 布希达说自己配合警方 不光是想为自己的家族报仇 更是想扳倒现在的组织 因为在他眼里 现在的组织已经堕落了 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精神内核 以前他们虽然杀人 但是不碰女人和孩子 更会保护有良心的法官和穷人 现在的组织完全成为了贩毒赚钱的机构 不过法尔内科反驳了他 即使有着所谓的信条和准则 黑帮就是黑帮 并不能抹杀他是犯罪组织的事实 布希达的证词长达3000多页 揭露了120宗罪行 并且抓捕了366名罪犯 尽管成就颇逢 但是黑帮组织的怒火也可想而知 很快他的姐夫就遭到了枪杀 他的姐姐更是当着记者的面 和他断绝关系 并且大骂他是告密者 还叫他早点自杀 在开庭之前 布希达一直受到严密的保护 但看着建筑物上辱骂自己的话 以及街上支持黑帮组织的游行 他不禁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正确性 很快法庭开始了审判 由于是一个组织 所有案件都有关联 所以被抓的犯罪分子们将被一起审判 这让当时的法庭看起来像是个菜市场 罪犯们被关在了一起 前面坐着每个罪犯的律师 审判的法官维持秩序都要费很大的功夫 布希达出庭作证后 许多犯人都要求上前与他进行对峙 没有一丝犹豫他答应了下来 大要一番要舍战群儒的架势 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他将坐在防弹玻璃座的围墙之中 与罪犯们进行对峙 第一个与他进行对峙的 正是以前的老友卡洛 卡洛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他 只是与他哥哥是旧相识 所以他对自己的指控都是捏造的 可事实胜于雄辩 布希达拿出当时 在聚会上两人的合影 直接戳穿了对方的谎言 卡洛还妄图抵赖 可他立即又说出了卡洛的异装罪行 当初卡洛投报了里纳的家族后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 亲手杀死了自己的门徒 一个忠厚善良的老实人 看到丑态摆出的卡洛 罪犯们都心虚了 纷纷取消了对质 等待法官的审判 审判结束之后 许多高层组织成员 都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但是里纳作为犯罪首脑 依旧逍遥法外 完成任务后 布希达去了美国 和自己的妻儿团聚 并过上了退休老人的生活 但是危险依旧处处存在 在一个意大利餐厅 从卖唱歌手的歌词里 听出了端倪 他立刻带着家人离开 并且当晚就搬离了当地 这才让一家人逃过一劫 另一方面 意大利依旧不太平 当初打击黑帮的第一功臣 法尔内科法官 被里纳的手下 用炸药给炸死了 这被意大利 最正直勇敢的法官死后 里纳手下的黑帮成员 纷纷打开香槟庆祝 并且不断向电视上 播放着法尔内科 死圈的新闻吐口水 看到这一消息后 布希达决定再次回国 他要去执政里纳 不能让法尔内科 白白牺牲 然而法庭上 执政里纳的不光有他 还有曾经卡洛的手下 那人说 里纳指使卡洛 找到自己的下落 但是自己的两个儿子不敢说 于是被卡洛给活活勒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心里五味杂陈 虽然里纳最终复发了 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可当天晚上 回忆涌上心头 布希达流下了泪水 他对朋友说道 自己本可以要求 儿子和女儿 和自己一起去巴西 可是他没有 他甚至还对他们 隐瞒了自己的行踪 都没有给予儿子们 背叛自己的自由 这让他愧疚无比 觉得自己是个窝囊的父亲 最后布希达接受采访时说 自己冒着危险回来 不是为了证明 自己有多大的能耐 而是为了让 法尔内科的牺牲有价值 不管其他人承不承认 他和法尔内科 都已经成为了传奇 正是因为这样传奇的存在 黑帮组织 才不敢再次卷土重来 纵观布希达的一生 作为黑帮成员的他 始终遵守着 组织的信条和准则 在组织贩卖毒品时 隐居海外 但时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脚 他最终还是为自己的选择 付出了代价 家族被屠杀殆尽 儿子更是死在了 自己的朋友之手 所以犯罪就是犯罪 并不存在什么所谓的 道义有道 无论是什么出发点 超过了法律的界限 都是犯罪 如今已是法治社会 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黑恶势力也退出了 历史的舞台 尽管在某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 还有些许的犯罪 正在苟延残穿 但正义的制裁并不会缺席